咻 飛上來 這裡啦 23 32 33 42 以此類推 懂不懂 所以我到底是在走什麼運啊 我們是童年的 童年我們的運不一樣 這叫開運的時候 開運 所以小孩子 什麼時候才開始有運氣 一出事啊 沒有 要看他的大運 大運什麼時候 要看大運什麼時候 不要懷疑 大家不要懷疑 因為你們是不會懷疑的 但是很多的算命老師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計算 來計算 然後這邊就會變成1 或者他會告訴你這邊是4 或者這邊是2 他們以他自己的計算方法來計算 這也就是到現在為止 還在用計算盤 懂嗎 還在用算盤 這種方式 相信星橋 相信星橋 這個不是一個人做的 這個是一個組織做的 準確性 準確性是非常高的 99點 那麼 知道了 好 那麼 知道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告訴你們 3到12 3到12 對不對 從12 他要到13的時候 在這裡 我們這個是 我們這個是 我們是講地支月天 那麼 從13到22 這個叫地支 22 要飛到23的時候 叫地支月天 這個叫地支月天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10個人 10個人裡面 大概都有4個會死掉 或者7個會Bank Club 5個會離婚 6個會流產 大過數都是很不好的事情發生 很不好的 因為他在月天的時候 月天的時候就是很不好很不好 所以你們要知道你們的大限 什麼時候到 聽不懂 就是什麼時候死 這樣聽得懂 通常月天的 從這邊 飛到這裡 真的要很小心 比如說這個小 這個人 3 12 12 12到23歲的時候 是他危險的時候 是他危險的時候 那過了23了 就沒事了 要過 就是24 24就好了 24之後呢 好啦 就沒事了 23到32 32 來33的時候 不是從這邊 從天到地嗎 那個也是危險的時候 所以10年一險 10年一險 懂嗎 你知道很重要嗎 你這樣你能救你的孩子 你孩子說我要去爬山 是吧 那我們幫他算一下就知道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老祖先所說的 老祖宗所說的 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什麼 你看 人生就是上上下下 現在你們在醫院看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低 低低 對不對 那麼不喜歡的話 就直接低 那就好吧 那比較好吧 人上上下下正常的 好 好 好 那麼地之月天 不利求子 不利求子 這個是有爭議的 有爭議的 到現在呢 因為懂八字的人少了 都是喜歡學紫薇斗數的 改次 紫薇斗數兩天就可以把你教會了 兩天 但是紫薇呢 要二十年了 這個爭議在哪裡呢 在不利求子 這句話的爭議 什麼爭議知道嗎 他沒有說不利生子 因為這是難的 看清楚 這是難的 所以叫做 不利求子 如果這個沒有一個 4Flectioner 教你你不懂 要有一個專業的人 而且要長得好看的 他教你你就懂 因為古代呢 是說 在這個時候不可以生孩子 在古文裡面 不是的 明明寫著難命嘛 他們不是寫難命啊 寫這個錢照 乾坤的錢 照聚的照 錢照 不用寧了 難命就對了 然後不利求子就是 地之月天的時候呢 那一年 你可以刑房 但不要讓你的老婆中標 知道嗎 所以這個要懂喔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爭議 香港台灣的老師 都在爭議 爭議幹嘛 他寫得很清楚嘛 求子嘛 又不是生子 懂不懂 所以男孩子在那個時候 少刑房 要刑房的話呢 古代是沒有避孕藥啊 這是拼疫苗咯 在那一年 你的老婆 那就麻煩了 很容易流產咯 知道啊 知道啊 你不要知道 等一下又說不知道啊 所以地之月天 一定要懂什麼叫地之月天 記住 我們的壽命從這個地方 飛上來的時候 叫地之月天 那個時候是最危險的 我看到的很多 所以有時候你們告訴我說 啊 某某人死了 我們看他的八字 當然要死成 要死成 沒有死成的話 很難 要死成 有死成他出生的時間 我們看的是 十個有九個都是越天越不果 就在那個時候死了 所以 在這裡再教大家 這個是多少 三 三到十二 對不對 三到十二 三到十二 的時候 這個三啊 就是你轉運 到十二 十三就是你轉運 只要這邊是什麼 就是你轉運的時候 聽懂嗎 好 你這邊是寫什麼 三 三到十 三開始就是轉運 十三是轉運 二十三是轉運 我很倒楣 我這一生當中 很不幸運 做什麼都失敗 一事無成 你放心 因為在這個大運裡面 你一定會有十年 你真的很倒楣啊 你也有十年 是給你旺的 一定有的 但是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大運這段時候 好了 很旺 我遇過一個 三個禮拜吧 有一個微信告訴我的 他告訴我 他的車 他應該也是在收看的 他的車 他車有很多輛 什麼樣就是 什麼好他都有了啦 生意也做得很好了 最後呢 砰一下 一敗土地 一無所有了現在 倒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問我怎麼辦 他還有一個退休金 他告訴我 他還有一個退休金 拿了那個退休金之後 他是不是應該要再拼 好像是50多歲了吧 我不知道 拿了退休金之後 是不是還要再拼 這一點我就覺得奇怪了 他到底是 他是怎麼樣 有很多兩下 你們聽起來 是不是他自己做生意的 那他的退休金又怎麼來的 這個這個 有可能是保險金吧 我不知道 所以 意思就是 記住 你們有可能會有風光的時候 很旺的時候 要珍惜 因為這一個一過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要注意 但是你能過 哦 那就非常好 人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一個十年是讓你啊 好的不得了的 所以我們很怕 在命理學很怕呢 你在這個大運這三格裡面 你就發達了 哇 那就慘了 三歲怎麼可能發達 對不對 你爸爸死了 那麼千萬家產都留給你啊 為什麼不可以發達 懂嗎 那個就真的是很危險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最看好的是什麼呢 第四個的時候發達 哇 那個第四個發達就不錯了 第四個發達 李嘉誠就是在這個時候了 第四層 第四層 第四層發達的人呢 他可以持續更久 第五層呢 哎呀 那就更好囉 第六層就沒有必要了啦 也發達了 發達了 好啦發達 好過沒有了 這個時候是very good啦 第五個 哇呀很好啊 你在這個第五個發達呢 就 真的是 但是會不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不會理財啦 比如說你一個月的收入五萬 然後呢 你買一個遊艇 哇買一個這個買一個那個 你每個月的開銷就要四萬八 細咯 這樣子就完蛋了嘛 所以 人的命運 我們是可以控制 了解了 我們可以改變 但是理財啊 真的要請教專家 啊 理財的人 真的是 他們是 哎 不容易耶 他們那個cost啊 是不容易的 教你怎麼樣理財 你一個月多少 你應該要分多少 你要用多少 要節約多少 真的很厲害的 所以理財的人 我覺得他們能改變一個人的錢財 他 如果理財的人去學八字的話 那會更好 啊 就會更好 理財是你有財 我教你理啊 你沒財靠自己咯 那那個理財的是這樣 陸陸的話啦 有錢可以啦 沒有錢的話 你跟他說 我將來如果有一百萬 應該怎麼做 誰了咧 要把滿信工 是吧 但命理學不一樣 命理學會算得出 你到底什麼時候會有錢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就是 食神透出 那個 有錢的機會來了 寫啊 不要錢啊 我開緊笑 然後再嘟 再嘟在這邊 食神出來就很好了 完了 你的問題現在是 我的食神出來了嗎 怎麼看 對不對 大運 看你們的大運的食神 跑出來了嗎 你們如果是這個 就不可以咯 這個小盤看不到 要大盤 大盤大盤 有沒有大盤 沒有啊 有啊 沒有啊不知道 好所以注意一下 最後的四個字 不利求此 女命呢 如果是女孩子呢 在戀愛的時候 很容易 錯失良機 這就是 庚子的人 很容易 錯失良機 也就是 容易遇到 不對的人 如果你們已經遇到了 已經不對了 那就認命啊 那還沒遇到的呢 就眼睛要注意一下 好 性格決定一切 庚子 這也是教我們 金生水 上面是金 下面是水的人呢 你要注意 性格決定你的一切 如果你這個是相生 如果你這個是相生 性格就決定你的一切了 你如果是 什麼事 好啊 OK 謝謝 拜拜 那你非常好 你一輩子不會被人家殺的 沒有雪光之災 如果你是那種 什麼 新加坡最流行的 什麼 那你就會有 哀咒之災 性格決定一切 所以記住啊 不用庚子 不用庚子 你們自己看一下你們的八字 是不是這樣子的 上面是水 下面是木 下面是 上面是土 下面是金 相生就對了 你不要 天生地和地生天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注意 你要性格決定一切 所以不要以為庚子不是在講我 其實它裡面我們的學問 都是在講很多東西的 家中的問題 大致上 出現在 口角 只要是相生的 大多數就是嘴巴 口角 吵架 家裡面 吵架鬧鬧 言語中 一定要三思 要講話一定要三思 那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大多數講的是根子 在旁側是講那個 順的 相生相生的 你們看一下是不是相生 所以最好每天 學了之後 各天 各兩天就去跟你的同事看 叫他喇叭子來 你跟他講